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它的名字不叫熊猫 而叫猫熊 这只可爱的熊 哦不是 可爱的熊猫 在地球上已经生活超过800万年了 被称为火化石 因为它有着可爱的样子 笨重的身躯 高冷的茅塞 所以它是深受地球人的喜爱 在四川有四顾梁山 卧龙 渡江燕 宝溪 地风峡 五个著名的熊猫基地 一共有1000多只大熊猫在生活着 我们也已从发现第一只熊猫的保鲜出发 开始经过四顾梁山 这里被称为野生动物的天堂 除了熊猫之外 你还会看见其他比较少见的野生动物 然后再到卧龙 这个熊猫培育基地 再去熊猫乐园 渡江燕 这条旅游的线路是几个景区和基地点核起来的 目的是想让更多喜爱熊猫的游客 可以在看望熊猫之余 更能感受到四川的美丽自然风光 这个暑假 大家会想带个家人去四川看熊猫吗? 好了 这期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一定要订阅我们哦